咦?這是什麼? 是大石花嗎? 就是這樣沒錯 把它倒出來了 有!OK 如果喜歡Pokemon GO和神奇寶貝的忠實粉絲 我們肯定都對大石花不陌生吧 但是你們知道嗎? 大石花就是看著豬龍草創造出來的神奇寶貝唷 不過為什麼豬龍草不像其他植物吸收土壤的營養就好 要長出一個像妖精鞋子的構造來抓昆蟲吃呢? 讓昆蟲想念的木木老師來告訴你們為什麼吧 豬龍草小百科 豬龍草是屬於豬龍草科的 它是一種能夠捕食昆蟲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原生地是亞洲的熱帶區域 那豬龍草有個獨特獲取營養的器官 捕蟲籠 捕蟲籠成圓筒狀 下半部有稍微膨大 因為形狀像豬龍 才被叫做豬龍草 豬龍草為什麼要抓昆蟲吃呢? 豬龍草生長在土壤平均的熱帶山地物裡 土壤中的營養不足 因此他們演化出一種可以捕捉昆蟲的構造 就是剛剛提到的捕蟲籠 那這個捕蟲籠呢 裡面會有液體 發出香香的味道 昆蟲就覺得好香喔 走過去掉進陷阱 就被抓住了 那這些昆蟲呢 就會被捕蟲籠裡面的液體分解分解 變成養分 那這樣子呢 豬龍草就可以補充他們成長所需到的蛋元素 你們仔細看看左邊那張圖 豬龍草裡面是不是有黑黑的東西喔 那就是被抓住的昆蟲啦 真是可憐的蟲蟲 他們要變豬龍草的大餐了 我們現在在婆羅洲的 什麼山? 忘了 大家好 我是昆蟲假面的穆老師 現在我們在哪裡呢 我們在馬來西亞婆羅洲的 特... 馬... 特魯斯馬迪山 特魯斯馬迪山 那這個山呢 是馬來西亞第二高峰 那這邊基本上 它雖然海拔蠻高的 但是這裡還是熱帶而離 那我來給大家介紹一個 在熱帶雨林中很特別的植物 長得很像妖精的鞋子 這邊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妖精的鞋子 那這就是豬龍草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 它是這樣子藤蔓下來 長出來一個像鞋子的構造 那給大家看看 這邊這裡剛好有一個還沒成熟 還是寶寶狀態的 那它如果還是寶寶的話 這個 下面的蓋子是不會打開的 那我給大家再看一次 長大的豬龍草 它的葉子會打開 那昆蟲呢 就會不小心飛進去 可能是有味道被吸引 那它就飛進去 釣到這裡 這裡蓬大的構造 裡面有液體 那我給... 我找一個給大家看看 有液體的豬龍 給大家看一下 找一下 找得到嗎 有嗎 有嗎 有 放一下 那我們不能倒出來 因為這差 抓蠢蠢的構造 OK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動動手指 訂閱SEC昆蟲假面 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囉 拜拜